作词 李宗盛 安妮你好 感恩导师 感恩全球的超码家人 感恩安妮的安排 还有玉美的安排 那今天就分享我短短这几个月在超码的这些心得还有收获 我是在去年10月21号 我的朋友把这本超级生命密码送给我 那时候我面对很多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比如工作上的压力 还有当庸的这个问题 那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看到它的题目是超级生命密码 我想一定是可以帮到我 那在星期一早上我上班的期中我就开始看 第一章就讲到 只要我继续的努力 老天一定会帮助我 那到了公司的时候 我的两位上司就叫我进会议室 那个时候工作的压力很大 所以在上司问我我的过到如何的时候我就回答不住 很压力的我就在他们面前哭了 那过后就出门去干我的事情 那我就收到我的总上司的这个短讯 他就问候我为什么刚才这样子掉眼泪 那其实那一刹那我是觉得我很幸福 其实上司他问我工作上的东西 我是应该要回答他 可是其实他都没有怪我 而是还关心我 接下来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改变 因为之前我其实对我的先生有很多的要求 那所以夫妻之间也有很多的这些磨叉 那我看到书本上说要用忏悔的这个心法 那有一天晚上我就跟先生聊聊 那我就跟他忏悔 我之前对他的这些种种的这个要求 那过后我感觉到我整个人的这个负能量减少了很多 整个人轻松了很多 那我也是有看到书本上有说 有些超马家人会把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帮在他们的枕头底下 那我也更坚决 那就在你用的这一方面 不然我的这个帮佣就跟我说他要辞职了 那虽然他的工作表现不好 那我是觉得要尽力的帮他留下来 毕竟他也是需要一份的这个生活 可是他还是很坚持的要离 那我和先生没办法的就让他离开 那就在没有帮佣的这一段日子里面 我跟先生就一起的打理这样的事情 还有孩子的这一切 那就感觉到其实拥有帮佣的时候真的是很新 那以前就觉得很厉害的帮了 那因为现在学习的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爱与感恩 这一段时间就觉得有这个帮佣真的是很好的这个帮助人感恩 那在今年的一月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很好的帮佣 我觉得是在我身边最好的一位 因为他很正面积极而且他很活泼 然后很爱孩子 那我每天放工回家见到他其实我都是很新的 因为我有分发这个结缘书嘛 那我这个帮佣也很喜欢跟我一起去 就是我要出门工作啦 他就问我 妈妈今天要不要去发书 那我就会跟他讲 今天真的赶不及就不能去 那他就会很失望啦 那如果我说 OK好 我们现在就去 那他就很开心 就一起拿着书盆 那我们就去附近的这些邻居的家去发书 整个发书的过程我们都很开心 那还有就是他最近也是跟我分享他讲 妈妈你这个感恩真的很好用 那我就问他是怎么好用 他讲因为有时候我工作很迟嘛 他就需要在家里带孩子 他讲他就会讲 感恩狗狗快点把饭吃完 感恩妹妹快点把饭吃 然后他讲真的是 当他一感恩 孩子真的是很快就把他们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那晚上睡觉他也是一样用这个感恩 自己在那边念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啦 在这个家庭呢更合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工作方面 也得到老板很多的栽培还有机会 那在这个工作方面 我也是有了很多的这个收获 因为其实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三月 老师的这个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的时候 我就好像申请上了老师的这个讲座 后我也去参加老师的课程 那老师就说 其实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 只要每天把蔡理序老师的地址 各位看一遍 然后就是做新法 不做一二三 那我也是每天的就有跟着做 那我就发现这个生命开始改变 就很多这些惊喜 最近的一个惊喜就是 老板安排我做一个project 就是需要维持六个月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经验 其实我也是蛮担心 可是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我就接上来 那在这个天地运转过程 我这个project原本是六个月要完成了 在短短的两个月就完成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天地的这些价值 那还有就是老师所讲的 如法的去做就是富有不求知的 那在今年的五月 老板奋发花红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很感动 我的花红比去年多了很多 而且我的这个加薪也是比其他的同事都多的 其实对我来说 这个生活真的是满满啊 然后再来就是家庭的这个和乐 所以真的是很感恩老师的这些课程 还有这个超级胜利满的这个IT感觉 再来就是蔡里希老师的这个地址堆 那让我学习的我的做人的这个代理啊 那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